國防部監控系統發現了 中共的航空母艦山東艦跟遼寧艦 似乎有移動往南海的一個跡象 而且他們可能通過的路徑 都會去台灣海峽 而針對這樣一個雙航艦的活動 國防部有最新的回應 來聽聽他們怎麼說 目前遼寧艦我們掌握 它沒有跟著南下的征服 但是我們會持續的密切的關注 其實我們從之前它出港 我們就一直掌握到了 它現在經過台海 我們預判它到南海去做一些航測 還有一些航訊 國防部表示遼寧艦目前的動態 仍然是屬於不明的狀況 但是山東艦則是證實 已經通過了台灣海峽 要是雙航艦是一起行動 並且前往南海的話 這在過去來說其實是非常罕見的一個情況 而另外在我國潛艦國造的部分 在潛艦最後一項紅區裝備 戰鬥系統的部分現在傳出也有望 能夠獲得美方的允許 如此一來國軍在潛艦上的一個 不能取得的一個戰鬥紅區裝備 接下來都能夠全部的到位 要是未來在潛艦的部分 紅區系統全部到位的話 建造能夠順利舉行 接下來其實要是潛艦順利成軍的話 對於共軍雙航艦的威脅 其實在國軍的壓力上面 將會變得比較小一點